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設函數f of x等於x3次方加ax平方加bx加c 那abc分別為實數 若f of x在x等於-1處有極大值 極大值是8 且在x等於1處有極小值 則我們要求的是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c等於多少 好 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題目告訴我們一個函數 但是裡面包含著abc 也是最後要求的 那另外一個訊息呢 題目也告訴我們 它在x等於-1跟x等於1 它是有一個極值的表現 那有極值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次微分 把一次微分的結果算出來 f' of x等於3x平方加2ax加b 那題目又告訴我們 極值有相對極值的一個部分 因為f of x在x等於1與x等於-1有相對極值 所以呢 代表著f' of 1等於0 在這裡呢 有一個水平 切線協力為0的一個水平線 在這裡呢 也有一個 切線協力為0的一個水平線 所以在這裡f' of 1等於0 且f' of –1等於0 接著我們又在這個題目告訴我們 這裡有一個極大值等於8 又在x等於-1有極大值 它是等於8 可以得到f of –1呢 直接把-1帶進來 這樣的式子可以等於8 那我們就可以列式了 -1加a-b加c會等於8 那這三個式子 解連力 解三個位置數 算出來 可以得到a等於0 b等於-3 c等於6 這樣這一題就可以解出來囉